好來今天想跟大家盤點一下 我在2024年最常穿的時尚單品有哪一些 尤其是在這個夏天 我們都知道台灣非常的熱嘛 所以呢 怎麼樣在簡約的日常穿搭裡面呢 可以穿出時尚的感覺 這幾個單品都是我非常常使用的 那今天介紹到的單品是大家都還買得到的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絕對不要錯過啦 OK那這邊廢話就不多說 就讓我們直接看下去吧 欸!YoyFameBros AK 家裡兄弟大家好 我是維婷 Oh this you crazy mother 首先我們從第四名開始講 2024年到目前為止最常著用的時尚單品 第四名是哪一件呢 嘿!第四名就是這一件喔 來!Needos 的 Check Pins 哇那這一件我相信大家在看我的穿搭也有看到 那在去年我有部影片是介紹Needos 的 Check Pins 那那個時候我買的是HD Pins的版型 那這一次我是在7月的時候在LHP這個選貨店 看到我這一件那它是有折扣的而且還是別注款 那我在試穿之後呢覺得版型非常適合我 所以我就二話不說入手了 它是直筒的版型 那蠻多人其實都有跟我詢問這一件我穿的是什麼尺寸 我覺得是一個欸!蠻有趣的分享喔 就是我穿的是XS的尺寸 那我覺得腰呢是很剛好的 同時呢其實在店裡面我也有看到它NARRO的版型 就是比較窄管的版型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的骨頭比較粗 所以我的腿呢沒有那麼細 我就穿NARRO的S號呢我會覺得有點太窄了 所以我覺得穿Straight的XS呢 其實也可以做出這樣子蠻修身喔 就是你看到腿是很直很長的樣式 我比較喜歡這個感覺 所以呢我就選擇這個直筒的XS號 那這一件是黑色的嘛非常好搭 可以搭配任何的T恤襯衫 我覺得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很著名的側邊的這個飾條呢 還有它的這個蝴蝶的圖騰是採用跳色的 所以就會非常的清楚 我覺得就是一件非常簡約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發現一些小巧思的好褲子 那T恤襯衫它其實顧名思義就是運動褲嘛 所以它的材質呢也是很有彈性很好穿的 毫無疑問的齁 我覺得它整個版型就是我喜歡的樣子 好穿好動又好搭 當然就會進入我2024年最常穿搭的單品之一啦 OK那這是我今年的第四名齁 Needos的T恤襯衫 那關於就是T恤襯衫的介紹 其實那部片呢我講了蠻多的版型啦 大家可以大概去參考一下 那我覺得蠻重要的是 因為其實它的尺寸呢 是有一點 怎麼講 跟一般大家習慣的使用尺寸不太一樣 就像我其實既然要穿到XS或是S 蠻奇妙的嘛 所以我蠻建議大家 有機會到有T恤襯衫的店鋪呢 一定要去試穿看看 像台灣的話 Beams就是有蠻多可以試穿的 那日本的選貨店 其實大多數的選貨店都有進Needos的T恤襯衫 它的樣式在日本已經算是一種顯著的流行啦 所以你在日本逛街非常容易看得到 那反正就是我覺得大家要試穿一下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體型真的不太一樣 它不同的版型會有不同的效果 你穿的就會感受得到 有興趣的朋友呢可以參考一下 它每季都會出不同的配色 那我覺得它的配色都會帶出蠻不一樣的氛圍的 如果剛好逛到的店呢 有你喜歡的顏色 絕對要試穿看看 好那就是我的第四名 Needos的T恤襯衫 然後它是直筒褲 然後我是穿XS號的 收一下接著來看第三名 好那第三名呢 我真的非常常穿 就是呢 Waiting for the泡泡沙襯衫套裝 就是我現在身上的這一件啦 但是還是要拿一下 拿一下 這個套裝呢 它是有短袖襯衫的 還有錐形的長褲 其實我相信一直有follow我的朋友 應該很常看到我穿它 那我個人呢 特別特別喜歡這次出的這個深綠色 這個有點橄欄綠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市面上比較少會出現的泡泡沙顏色 那我覺得穿起來整體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就像我現在穿的這樣 那我想推薦的是 它不只是可以套裝穿著 其實你單穿它 你下面搭不同的褲子 也都會有很好的效果 而且泡泡沙真的是非常涼爽 就你穿起來透氣度其實是很好的 所以你在這種比較熱的時候 或是這種還不是很冷 像最近稍微變涼了嗎 但其實天氣還是蠻熱的 你穿這個泡泡沙襯衫 它整體有一種體面的感覺 但又不會讓你覺得就是過於的拘緊 那這一件呢 它的彈性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感受到我的活動呢 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這件我真的很常穿 尤其是去參加一些活動的時候 它會讓你有一點 你可以說它是微正式的感覺吧 但也不會太過度 所以其實我蠻推薦呢 你上班的時候可以穿這個樣子 我是覺得非常好看 然後又非常的舒服 當然在這邊還是要再推薦一下 它有三個顏色 有這個深綠色的 那還有深藍色的 深藍色的在這邊 對這一件 你看它是深藍色的 深藍色也是非常實搭啦 基本上是不會出任何問題的 那還有另外一件就是白色的 那這個白襯衫 其實你也可以穿在裡面 當作內搭的襯衫 那它的長度呢 然後我做的微短板呢 又是可以讓你放出來的時候 不會覺得異常過長 當時設定這樣子 就是希望它的搭配性是更高的 你可以一路從 欸現在台灣很熱的夏天 穿穿穿穿穿到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涼的這個秋天 你穿在裡面 然後外面搭外套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說實在 台灣的秋天也不是那麼冷嘛 所以你走在外面呢 有時候太陽很大 你可以把外套脫掉 那裡面短袖襯衫的狀態呢 就非常剛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實穿的一件啦 而且我很有信心 你摸到它穿在身上 你就會感受到它的質地 它的質感呢 絕對是很棒的 OK那這就是我第三名 2024年到目前為止 我最常使用的服飾單品 是這個泡泡沙的套裝 更精準一點可以說是泡泡沙的襯衫 尤其是這件深綠色的 非常推 我覺得穿起來效果真的很好 大家有興趣的話 還是可以到官網去參考一下 OK好收一下 那接著呢 來講第二名 OK那第二名 大家可以猜一下想一下 一樣是我今年入手的 它不是衣服也不是褲子 是什麼 穿搭裡面也有出現過的 而且我真的很推 我在文字中呢 有提到 我真的很喜歡 好來直接拿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 來 這一雙 這一雙呢是什麼呢 這雙是 是它不同的版本 這一雙我真的真的超級常穿的 它是我常穿的第二名 然後這雙它的質感 跟它穿起來的舒服度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Adidas的Samba 我相信大家應該是很熟悉 而且有出了蠻多不同的聯名款 所以是更高價位的也都有 那Dekon版本呢 其實是他們自己官方出的 我沒記錯的話 它應該是使用小牛皮 所以你可以感受它的質地是更柔軟的 你看我現在按它的感覺 跟你們平常去看到Samba 我相信一定是感覺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一雙呢 在日本的Atmos呢 還有一個專欄專門介紹它 是質感更好的版本 那它單價呢 也比一般款再高一些啦 那台灣的定價呢 是4890元 然後在日本的定價 我記得好像是大概2萬日幣那邊 反正總而言之 我這雙買的真的是非常滿意 因為我真的太常穿了 如果是跟我差不多年代的朋友呢 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哇那個時候 非常紅的Superstar 然後它是黑白金標的 這個是一個情懷啦 那我覺得這一雙呢 它又剛好是金標的 對然後整體是這種黑白色的感覺 我覺得讓我想到 小時候穿的那個鞋子 我覺得感覺是蠻好的 那這一款呢 它使用這樣子更高級的皮革呢 我覺得整體的調性呢 跟我想要帶出的這種大人感呢 是蠻想秤的 所以是我很喜歡著用的一種感覺 那它的版型其實就是非常基本的 也是很好搭配的 然後它又是這樣比較細長的 所以穿起來你腳會比較修長一點 真的很棒 我覺得又是隨便穿隨便好看 不相信的朋友 嘿 不相信的朋友怎麼樣 趕快去阿迪達斯 去門市試穿一下 順帶一提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才會叫他 愛迪達 如果是現在的小朋友 中文應該會稱呼他 阿迪達斯 我相信應該是這樣吧 差點剛剛我就要講說 愛迪達了 然後大家去愛迪達的門市試穿一下 哇整個暴露我的年齡 所以還是講英文的好了 阿迪達斯 反正呢這雙我真的很常穿 我真的很推 大家可以趕快去試穿一下 那它有另外一個顏色呢 是白色的 那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黑色 而且它搭配這個金標的感覺 真的是質感非常的好 OK那這就是 我2024年最常使用的穿搭單品 第二名 阿迪達斯 SEMBA DECON的這個 比較高極限的版本阿 OK 推薦給大家 好讓我收一下齁 接下來呢 就是今年的第一名 來稍等一下 那今年的第一名呢 大家要不要想一下呢 猜一下 感覺一下 肯定是誰 我從這個春夏開始呢 最常最常穿的一件 而且是要日常的單品 然後很時髦的 然後很時髦的 很常穿的 非常實用的 我相信 呼之欲出了齁 就是誰呢 來我先拿一下 來就是他們 來介紹大家兩件齁 一樣是來自 Wedding Board 這個量感上衣啦 對不對 相信啊 家人們一定都猜到了齁 自從我自己開發的這一件齁 我基本上每天都穿它 旅行的時候穿它 坐飛機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也可以穿它 哇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我這個棒數呢 是挑的非常的厚棒好不好 所以它的成型的狀態呢 也是很好的 總之呢 這一件呢 我是非常常穿 而且我也非常喜歡的 那它有三個顏色嘛 黑色白色跟灰藍色 但灰藍色已經完售了 那這邊偷偷說 黑色白色也只剩下 真的各位術的數量 我記得我在開賣的影片有說過 今年的這個價格是一個推廣家 所以明年如果要再出更新的版本的話 說實在的它絕對不可能是個價格 今年這個成本已經不會扣起吧 已經不會扣起 真的是這樣 這一件真的很讚 我自己每個顏色都有留 一定要的吧 一定要的啦 然後呢 可以說是我這一個夏天的衛庭套裝 就是搭配什麼 是的沒錯 出進率也非常高的 就是它啦 非常好搭 我的這個A字輪廓的七分褲 大家一定很常看到我穿它 不管是黑色的呢 或是米色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設定的非常巧妙 然後我們選擇這個質地呢 也沒有那麼機能感 它會比較時髦一點 比較大人感的感受 事實上呢在穿搭這兩個多月之後 我也覺得非常的實穿 那這邊也是偷偷的說 可能是因為七分褲在這一兩年 有流行回來吧 其實我一開始在設計它 製作它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想到 它其實會賣得蠻好的 所以它現在也只剩下 最後最後的個位數了 我真的蠻驚訝的啦 因為我開始想說 七分褲並不是 那麼多人習慣嘗試的東西 但這一件 我真的很喜歡 它的挺度跟狀態 而且它其實很輕喔 然後真的很好穿 然後它也不是那麼容易揍 講到這個 我的第一名的這兩款 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它們都是非常不容易揍的東西 那其實我的泡泡沙襯衫也是啦 泡泡沙本身這個質地 真的很不容易揍 你隨便水洗完甩一甩晾乾 它就會長這樣 它就是長這樣 非常方便 然後呢 這個T恤也是 這個褲子也是 它其實都是非常好保存的 那這些單品呢 請你正常進行 以及洗完之後拿出來 甩一甩 那你再把它掛起來 晾乾的話 它其實都會回到一個 蠻平整的狀態啦 我覺得這是非常方便 方便保存 也方便洗滌 OK那講回來微停套裝 我真的覺得 我這一個樣式呢 已經是我今年超級定番的樣子了 有一點微短板的上衣 其實我沒有把它 刻意做的特別短板 因為我覺得特別短板 它的造型感會太重 也不是大家 一般很習慣嘗試的 然後再配上這個 七分褲的樣式 那我特別要講 我真的是非常推 我這樣子黑色套裝 可以幹嘛 搭飛機搬行李好不好 其實有時候會弄髒一點點 但都不用怕 然後它非常好活動 穿起來非常有造型 真的很讚啦 但這一套呢 其實都只剩下個位數啦 所以真的還有興趣 或者是這個上衣 已經穿了好一陣子呢 還想要再多穿的朋友呢 要買要快 因為明年新版2.0 這個兩感設計上衣2.0 就絕對不會是這個價格 最後的尾數 大家要的真的官網點開來 下單下下去 絕對會是非常好搭 非常好穿的 我2024到現在 整個春夏 其實台灣真的是蠻熱的嘛 所以也不太會有秋天 所以這個一路呢 你穿到11月底 甚至12月中呢 我覺得都還是穿得到的 OK 那這就是我2024年 最常使用的穿搭單品 第一名 就是這個 Waiting for的兩感設計上衣 然後還有這個 Waiting for的A-Line 7分款褲 真的很棒 Waiting套裝穿起來 好那一樣先收一下 先收一下 好那最後要來複行一下 今天介紹什麼 我2024年最常使用的穿搭單品 前四名 第四名是Needles的Track Pants 然後我穿的是直筒褲的褲型 然後我是穿XS的 然後第三名是什麼 第三名呢就是 Waiting for的泡泡沙套裝 然後特別推薦泡泡沙的襯衫 你從春夏衣服穿到秋冬 外面加白套都是非常適合的 那我真的很喜歡這件 深綠色的 我真的超常穿 然後第二名是什麼 第二名是 Adidas Samba Dekam 那雙皮革自然更好 穿起來更柔軟 它有一個金標的這個款式 然後真的是很百搭 很喜歡 那第一名是什麼 第一名呢是來自 Waiting for的 這個兩感設計上衣 還有它的A-Line 7分寬褲 真的是 好不好 我一停套裝了 整個夏天 整個夏天 都在穿 對我都在穿 那其實呢 分享這個主題就是我年度最常使用的穿搭單品前幾年 是想給大家一個想法 就是你可能可以從你的衣櫃中 慢慢去感受到 有些單品就是你很常穿的 你對於你常穿這個單品呢 有些想法 有些喜好度的話 你就可以去看比較貴一點的牌子 或是你更喜歡質感更好的品牌 去找到類似的設計 你一定也能感受到 它在哪邊做的不一樣 可能是縫線啊 可能是整體的輪廓呢 又有一些不同的設計的想法 這些也就是它的價值所在 你可能可以不用只穿平價品牌 那你在你日常著用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感受到 你整個人的質感 你穿搭的東西會有更升級的感覺 那這個也是我透過這個主題 想給大家一些感受啦 我覺得大家可以感覺一下 思考一下齁 真的是 找到自己喜歡可以常穿的東西 真的很重要 也會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好 那我還欠大家很多開箱對不對 我都記得 OK 慢慢來齁 還有 看起來很多東西很多東西 跟大家好好分享 介紹一下 期待一下 OK 好那今天差不多要結束啦 一樣喜歡這個影片記得訂閱朋友 追蹤我們的IG 我們是家庭兄弟 下次見囉 掰掰